184 第一《財經日報》15年禁令全面解禁國內主機遊戲 或已錯過黃金期,2015年7月27日公司與行業 A11關鍵關鍵,在二觀國際分析師薛永鋒看來, 通知指示開放了市場,但國內的主機遊戲熱情 遠沒有被激發起來,隨著前兩天文化部的一指通知, 被禁止了15年的國內遊戲機生產與銷售終於全面解禁, 但如今主機遊戲市場的格局與玩家習慣以今非識比 24日,文化部關於允許內外之企業從事遊戲遊戲設備生產和銷售的通知 下清通知,出台,鼓勵企業研發、生產、銷售內容健康的遊戲遊戲設備 這時自上海自貿區為國內遊戲機市場打開一個缺口後, 監管曾首次免向全國市場放開禁令, 自2000年國務院第44日令起,國內遊戲機的生產、銷售、 進口等被一刀徹地全面禁止, 國內玩家在這十幾年中能接觸到的無非是那些地下生產的粗製濫造, 帶有明顯抄襲色彩的山寨貨, 或者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偷偷帶進來的水貨, 國外市場卻是連一番繁榮景象, 像索尼、微軟等企業增傷將主機遊戲帶入了一個全球風美的時代, 在異觀國際分析師薛永鋒看來,通知指示開放了市場, 但國內的主機遊戲熱情軟沒有被激發起來, 玩家教育、內容審批、移動端和遊戲的分流等, 給國內主機遊戲市場的發展擺出了條條障礙, 失去的十五年2000年6月,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七部門關於開展電子遊戲經營場 所專項治理的意見, 開始了針對國內遊戲機市場的治理工作, 在改意見中,規定自本意見發佈之日起, 面向國內的電子遊戲設備及其零、 附件生產、銷售即行停止, 任何企業,個人不得再從事面向國內的電子遊戲設備及其零、 附件的生產、銷售活動。 當時,遊戲機被監管神和輿論視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角色。 自此,中國玩家對主機遊戲的需求開始進入長達十五年的壓抑期, 國內市場被禁售,讓一部分發燒有瞄準鳥水貨。 一位主機遊戲資深玩家小魚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 他高中時代是在街邊的遊戲廳裡玩主機遊戲, 那時最火的有兩款主機,土星和PS、PlayStation。 分別對應的熱門遊戲是拳王九十七和實放足球、放光盤、接電視機玩, 他會花三元錢在遊戲廳裡捧著手柄玩一個小時。 當年一般家庭買一台遊戲主機還是很奢侈的,上大學後, 他在2004年前後買了一台水貨 , 當年很多玩家像他一樣從分銷箱手中買水貨, 或者直接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偷偷帶進來, 整個主機市場處於灰色地帶, 因為買不起動接數百元的正版遊戲盤, 他選擇破解原裝主機,這樣就可以買幾元錢的盜版盤玩。 與此同時,深圳一些工廠也在任地裡生產一些 模仿色彩很明顯的山寨機, 並通過各種途徑打擦邊球流入國內玩家手中, 但這些所謂的主機並不能獨取市面上的正版遊戲盤, 只能玩廠商配置好的一些低質量的山寨遊戲, 使用當前版本的主機遊戲再想玩到版盤,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玩家少於對本部記者說, 而且一些聯網遊戲必須要求正版材能聯網與其他玩家互動, 國內消費者的正版遊戲意識正在慢慢被培養起來, 與國內主機遊戲市場被水貨和山寨機充斥的這個時期, 一方面國外主機廠商索尼、淫天堂、 微軟等正在突飛猛進地敵代自己品牌企下的機器, 遊戲豐富度的提升也讓主機遊戲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 另一方面,PC遊戲的崛起在國內培養出一大批忠實玩家, 流級主機市場的機會已經顯得很渺茫, 禁令全面放開我會出於情結支持一下國行、遊戲機, 但平時玩還是喜歡那款水貨,因為服務器不受限制, 一位增在主機遊戲行業工作過的業內人線的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在他眼淚,放開禁令的好處指示國行機器有兩年的保修服務。 根據7月24日發布的通知,文化部已經在今年6月30日開始, 將大半年前在上海自貿區嘗試的允許內外之企業從事遊戲遊戲設備生產和銷售, 經文化部門內容審核後面向國內市場銷售的改革視點經驗向全國範圍內推廣。 也就事說,遊戲機生產與銷售禁令已全面放開。 今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複製改革視點經驗的通知,其中在服務業的開放領域中, 包括了允許內外之企業從事遊戲遊戲設備生產和銷售, 隨後,文鋒移動的PS4、Zarx1等國際主機具 隨後通過在上海自貿區內與中方公司聯合註冊遊戲公司的方式, 迅速進入了中國市場。 新的通知的出台,讓這寫遊戲機的日華之路更加名證言訊。 通知解釋稱,遊戲遊戲遊戲設備是指通過專用設備向消費者提供遊戲內容和遊戲過程的電子、機械類裝置, 包括營業場所使用的電子遊戲機、與電視接收機設備配套使用的電子遊戲機及手持類電子遊戲機等, 不包含用於出口銷售的遊戲遊戲設備、平時常見的掌上遊戲機、連接電視屏幕的主機等,均屬於這個範圍。 在中國玩家的記憶中,這類遊戲機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的八位紅白機。 在內容上,省級文化行政部門負責遊戲機內容審核工作,通知要求遊戲機生產和銷售企業應當建立內容自審制度。 且每年須向省級文化行政部門報送上一年度的年度報告,其中銷售數量成為必須上報的一項內容。 遊戲內容建設任重導演24日發布的通知明確了遊戲機的政策方向,即鼓勵和支持企業建發,生產和銷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體現民族精神。 內容健康向上的益治類、教育類、體感類、健身類遊戲有危設備,具有退幣、退分、退降珠等賭博功能的遊戲有危設備被禁止生產和銷售。 事實上,與主機相比,玩家更看重的環視遊戲內容和服務,像上述喜歡玩水貨版的利名頁內人士,他選擇水貨的原因是可以任意登陸國外的服務器。 其中有一些免費或優惠遊戲下載,也有一些遊戲將資料片、保丁等放在服務器上,而使用所服的國行版主機通常不能登陸這些國外服務器, 也自然無從享受這些增值服務。 在他看來,國行版可以在國內提供保守服務,這是對玩家的一個利好。 目前,國內遊戲廠商上無能力製作出優質的主機遊戲, 圍繞在玩家身邊的熱門主機遊戲大多是國外服務商研發,而國外遊戲進入中國,需要經歷一個相對漫長的審批周期, 這是讓國內玩家比較頭痛的一個因素。 而觀國際分析師薛永鋒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稱, 目前,國內監管曾針對國外主機遊戲的審批機制是一款一款地審批, 周期長的多達數個月到半年, 將當年《魔獸世界》的一個資料片就審核了四個月之久, 而國外市場採取分級制,類似於電影分級制度, 一般的遊戲在分級之後一般都能通過,短期看,分級制在國內還建立不起來, 但他認為,禁令放開從長遠看對中國主機遊戲市場是利好, 無論是已經入華的索尼PS4還是微軟Sbox One,均未公布過在華市場的銷售數字。 據多位遊戲熱內人士和分析師了解,目前銷量並不好, 除了遊戲內容選擇豐富度的提升外, 國內玩家對主機遊戲的習慣和念性也有待增強。 面對 PC和手機遊戲的分流,主機遊戲並不算玩家們的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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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